我要再告诉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这个地方 自动分析它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自动分析 也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只是画了这张图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做分析 听得懂吗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 自动分析这件事 首先你真的不用画图了 因为既然是自动分析 代表它已经帮你分析好了 你们说对不对 对 那我们那个滑鼠右键直接点 请问这么多年 你最想要看的是哪一年 2021年对不对 所以滑鼠右键请点 2021年对不对 然后这边我们要看到一个分析 所以这边要点的是什么 说明增加的情绪 可以吗 那如果你点的是这一年 滑鼠右键点的是这一年 这2015年的分析 这边就会自动变成说明减少的情绪 可以吗 好 不过我们先看2021年分析 自动分析什么说明增加的情绪 各位刚刚不是有人在说那个比例吗 第一件事他就直接告诉你了 30.4相较于前一年进口的成长30.4 所以请问你中国大陆的成长好像还 就是未达到那个平均成长可以吗 虽然他是最多 虽然他是最多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他这边排列排出来的结果 好 2020到2021主要成长这边从0.31变到0.40 如果以所有成长国家来去画出来 是这样子 所有就是叠最多的画出来是这样子 可以吗 请问没有人说什么成长运势 全部没有国家都在成长 就是可能会有那个50%的国家全部都在成长 维持那个刚刚的那个什么30%左右 可是还会有很多个国家 他是在减少甚至不成长 对吧 这绝对合理的 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成长多过于衰退 好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请问一下这叫自动分析可以懂吗 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这张图 可以吧 可以吧 可以哦 第五主 来请告诉我这张图 他自动帮你画出来的 第五主请问这张图第二张图是什么意思 第一张图 因为 图不图我已经教过了 我希望你讲那个其他在中间的意义 第五主 那个跟我住在同一个县市的那个专利审查官 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这张图 对 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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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什么 那其他在中间 是什么意思 刚刚在前面跟在后面 其实它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其他在中间是什么意思 其他就是假设总共有20个主类 主货品假设有20个 20个主类 那他这边只列出5个 而且是有成长的 那剩下15个呢 他在中间 他代表说也是有成长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再接下来你看一下 纸货品 纸货品 最主要的是电子零组件 其实 其实 我是要告诉各位 我们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 没有疫情的时候 主要的 纸货品是什么 本土疫情的时候 主要的纸货品是什么 这样来做比较知道吗 有听懂吗 我曾经遇过一个同学 他跟我讲说 老师 我不是念财政的 我听不懂 他说 假设我是卫生单位的 听得懂吗 我不是在教你说 我只是举例 你要比的是 你要比的 就是你要续结两张图 一张是什么 2018到2019 这个纸货品 第一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什么 咱们了解 跟什么 跟2020到2021的这张图 来去做比较 这就是下午我想要特别告诉你 如何做报告 这件事你懂吗 各位听得懂听不懂 因为你最终你还是要报告 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说 老师这个工具很棒 那他要怎么样去报告给主管 对吧 结果呢 我跟你讲 这坊间也没有人会愿意这样子教你 而且 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就对了 你绣这张图给你的老板去看 你根本就只能把那个结果告诉他 他根本就觉得是完全不够的 好 好 那你有没有看到说 在这个地方 纸货品 你稍微记一下 是这个电子零组件 第二名是机械 第三名是钢铁表需求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桃园市的房价 那我们请要涨回一倍 听得懂 那房子越盖越 我都不觉得说我们那边 真的好像没有 我又不可能卖掉我的房子 对不对 好 那这些钢铁的需求 就是盖房子那些 我想一定有大幅的需求 对不对 好 可是疫情期间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如果你是念这一个的话 其实你应该会很有想法才对 回到这里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